將將 我的米漢堡就完成了 主意好主意 大家好 我是主打甜蜜有好主意的 主意哥哥 上班族是不是覺得 每天好累喔 哎呦 壓力好大喔 怎麼辦 我要打報告 又要吃東西 要準備什麼東西呢 我就來給你一個好主意 將燒珍珠寶 讓你圓氣滿滿吃飽飽 我們要做米漢堡的第一個步驟呢 一定要有圓形的模具 你家一定沒有圓形的模具對不對 沒關係 沒有 我來教你 粗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小法寶 就是要來用這個牛奶盒 來做這個圓形的模具 我們在這個牛奶盒 用米工刀來擱一個洞 接下來呢 我們用剪刀剪一圈 大約一公分的厚度 好 可是你看 它是正方形的 怎麼做呢 把它捏一捏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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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呢 它就可以變成圓形的 做好的模具 下面墊一張保鮮膜 牛奶盒邊緣 塗一點點的油 待會米飯放上去的時候 才不會黏住米飯 放到中間去囉 你會發現用湯匙很難用對不對 沒關係 接下來呢 再準備另外一張 把它蓋上去 用手壓 然後捏一捏 壓壓壓 壓壓壓 一筆壓壓 一筆壓壓 一筆一筆壓 好 一筆壓壓 一筆一筆壓 再把它翻過來 我們把下面這一張撕開來 再把旁邊這個多的米飯 把它可以撕下來 做好了我們的米漢堡之後呢 我們在表面 輕輕的刷上一層醬油 煎烤的時候它會上色 刷完醬油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熱鍋 加入一點點奶油 我們在煎的時候啊 它才會有奶油的香氣 米漢堡 有醬油的這一面 先穿下去 煎一下 在煎這一面的時刻呢 我們另外一面 可以趁現在呢 沾上我們的醬油 不要太鹹的醬油 才不會搶掉我們待會中間 肉片的味道哦 這種聲音聽起來就是 開心 哇 你看 兩個有醬油的顏色就不一樣了 所以呢趁現在趕快把它翻過來 我們再讓它更焦香一點點 兩面呢 都煎得有點酥酥脆脆脆鍋巴的感覺哦 現在我們來醃漬豬肉 首先呢加入我們的味醂 淡醬油 米酒 還有糖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讓糖先融化 加入我們的薑末 薑末記得我們要留一點點 最後在拌炒的時候再加進去 還可以讓薑末的香氣再更濃厚哦 再把我們的豬肉加進去 稍微醃漬個10分鐘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拌炒了 現在呢我們開火 加入少許的油 第一步驟 我們來把洋蔥爆香 看到旁邊有一點焦焦的顏色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肉 放進來啦 放進去 把我們的豬肉拌炒 炒到熟透哦 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 有剩下最後一點點的薑末 待會呢 我們要再把剛那一點點的薑末加進來哦 怕薑的味道怎麼辦呢 我跟你說 因為薑拌炒之後啊 它的辣味它就會減少了 所以其實不用怕 女生吃了好準你 手腳不會冰冷 加末末放進來 就可以準備收汁收鍋了哦 食材都準備好了 現在呢我們就要來包了哦 拿出一個食材的包裝紙 米飯放在上下兩邊 鍋具 接下來呢 擠入一點點美乃滋 然後呢把我們剛剛的豬肉 全部放進去 有蔥花 灑上一點芝麻 最後最後一個步驟 再多擠上一點點美乃滋 將將 我的米漢堡就完成了 主意好主意 歡迎留言加分享 訂閱愛時尚頻道 開啟小鈴鐺 獲得第一手料理資訊 老公 你今天要吃什麼 老婆 我今天要去上班 我要吃好吃的 老公 你生命好累哦 那我讓你吃一個 封閉攜帶 也可以包包的東西好了 沒問題 那就讓我 充滿元氣吃飽飽 我們今天就要來做 江蕭珍珠吧 小鈴鐺 你吃什麼 逐心 回到水 小鈴鐺 只要喝一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